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天天跟她说酒吧很好玩 一个不喜欢吃甜的女人 你天天送给她小蛋糕 这样的做法 女人又怎么会觉得你可爱 多半只会觉得你有病 聊女人最重要的是要用对方式 找对方向 事实上对于男人来说 聊女人 只要在这几个地方用力就行了 女人会主动来聊你 一 用力赞美她 把她宠成公主 女人的骨子里都有一个公主梦 即便在过去的生活中 她可能会像一个女汉子一样 也只是因为她还没有遇到属于自己的王子 还没办法过上公主的生活 聊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让她觉得自己在你的面前 就像是一个白痴一样 当她习惯了你的存在 自然就会离不开你了 伸手不打笑脸 人 女人的公主梦 其实也是虚荣心的一种表现 所以与其去研究她有什么特点 不如干脆直接用力地去赞美她 用力赞美她的口红色号很性感 赞美她的身材比例很匀称 赞美她待人接物情商很高 当你把她宠成了公主 让她觉得只有在你的面前 自己才是闪闪发光的 她自然就会主动来聊你 二 用力守护她 让她觉得安全感满满 女人可以不缺钱 不缺时间 也不缺朋友 但一定都会缺乏安全感 特别是在工作 生活上遇到难题的时候 安全感的缺乏就是骤然增加 这时候谁能够陪在她的身边 给她精神上的鼓励 给她物质上的支持 谁自然就能住在她心里 很重要的位置 女人就算是在对一个男人有好感 可当她需要她的时候 却找不到她 那好感只会变成瞎了眼 两性生活中 男人其实只要用力守护好女人 她睡不着的时候陪她聊天 她半夜想出去玩的时候陪她去 她遇见疑难杂症的时候第一时间出现 当女人觉得有你有身边 安全感就会满满的 女人也很自然地会主动来聊你 三 在为她花钱上用力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需要男人的钱 但是没有一个女人 不愿意男人为自己花钱 爱情是心灵上的一种信仰 但是单纯靠嘴巴说出来 大家都不会真信 必须得有一些行动来表达 才能让人真正感受到 一个男人 你若是一分钱都不愿意为女人花 女人自然不可能真正把你放在心里 聊女人一定要学会在为她花钱上用力 不是说花越多的钱就越好 而是在她最需要的方向上集中力量 女人在感情里 其实都很聪明的 当你有100块钱 愿意为她花99块 她很容易会认定你 也会乖乖地爱上你 而如果你只愿意为她花9块钱 那她那只愿意付出这一点爱 四 用力爱她 不要过多考虑得失 爱情讲究付出与得到的 特别是对于想付出的男人来说 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 没有得到女人的积极反馈 确实会觉得很两性生活中 你很难坚持下去 但是从女人的角度 一个口口声声说爱自己的男人 如果连几天几个月都等不了 如果动不动就给她自己留退路 那女人又怎么可能放心托付 有的男人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总是会考虑太多 觉得她的前任是怎么爱她的 觉得网络上说要怎么去爱一个女人 事实上两性生活中 绝对没有完全一样的两段感情 在深刻的道理有时候也不管用 作为男人 你只要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爱 只要她接受了就行了 你越是用力地去爱她 只管真情付出 不去过多考虑得失 女人很快就会知道你的真心 也会主动来聊你 5.用力地解决她的困难 女人在生活中 肯定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 在她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 谁能第一时间出现 必然就会成为她的心里很重要的人 感情就是这样的 对于女人来说 你经常送花给她 但唯独情人节 她生日的时候你缺失了 那对于她来说 你就是没有把她放在心上 女人是仪式感很强的一种动物 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 那你就不必在了 聊女人一定要学会见缝插针 在她需要的时候 第一时间能出现 当你每一次都及时地 用力地解决了她的困难 那当她在需要男人帮忙时 自然就会第一时间想到你 人的骨子里都是懒惰心理 当她觉得有你在身边 很有安全感的时候 自然会没有兴趣 再去考虑其他男人 而且也会情不自禁地依赖你 会主动地去聊你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